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色的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22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铁工厂推出的铁宾位 其实这款玩具 在过年之前我就已经收到了 但是它发生了一个小悲剧 我在替换手的时候 把这个手给扯下的时候 它的里头的连接的部件 直接断在里头 我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替换 这样子 这个直接断掉了 所以说我在收到了这个补件之后 我把我所有的替换手的孔 全部都给扩孔了 扩孔的方法 你可以用螺丝起子比较粗一点的 去把它做一个适当的 将孔洞给撑大 可能你会说 没事把洞撑大干什么呢 紧的不是很好吗 我是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了 平常我都读春秋的 这个做玩具分享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G1 铁皮的造型 在它的身上的话 除了红色之外 就是头盔有效 像是古罗马战士的头盔 那它的一个侧脸非常好看 甚至说整个面雕 是这款玩具非常出色的一个点 水蓝色的眼珠也很好看 嘴唇的话 非常的紧闭 很有刚毅的表情 那作为一款红莲用心棒 用心棒就是什么 就保镖的意思 它是一个护卫兵 那护卫兵的话 有需要带这么多长品武器吗 作为武器专家 其实G1的铁皮我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武器专家 是到了电影之后呢 才有一个武器专家的一个称号 那它有一个 你看这个 这是车顶的时候 变形成车的时候的一个顶盖 它呢可以作为储存武器 不使用的武器可以放在这里 它武器的话呢 如果说不能够直接安插在上面 像这个枪 火冲的话 直接有个凸跟凹可以扣在这里 那如果是没有这个凸跟凹的话 它会多付这个C型扣 让我们做一个组合 像这一对十文字枪 它就这样子放着 那这有一点电影戏 电影第三集 OP的那个 那个货柜 武器货柜一样的一个设计感觉 那它的话呢 后方还有一个旗子 这旗子的话呢 也是头部的C型扣 扣在后面 那我要提一下 它背后的这个造型 这两片金色的这个零件呢 具体来讲到底怎么压 其实我不知道 我只是凭感觉去放而已 那它的可动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 肩甲这里往上提 这里是一个球关 可以做一个转动 手臂 额头肌 都可以转动 甚至手肘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腰身的话呢 三肩领度的转动啊 是没有问题的 裙甲可以完全的掀开 原来是个妹子 然后后方打开 哎呀 原来是一个可以前后一起 翻开裙甲的角色 那它的一个脚 这里 膝盖 可以弯幅度 非常的巨大 也是个双动关节 然后这里有一个 外摆内受的一个装置啊 但是的话呢 其实它转动的位置呢 会比你想要再往上一些 那越往上的话呢 其实自由度是越大的 那脚踝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球形关节的一个接地 那它整个人物的话呢 几乎吧 以这个武士 武士系列来说 这一款的造型 应该是目前为止 看上去呢 最没有那么浮夸 但是却非常扎实的一款啊 然后整个关节的紧细度 非常的恰到好处 然后身上的涂装 各位看出来 它是有一点点烟熏的 那以及所有的倒角处理呢 非常过度 非常的好 玩起来的话呢 是手是完全没有任何疼痛感觉的 刚才呢 对人型呢 做了许多的赞美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给各位展示 所谓什么叫做变形是送的了啊 腰身呢 先旋转180度了啊 那么其实这款玩具 真正变形的话呢 需要解说的只有这个 后面的这个轮子呢 移到前面来啊 只有这个呢 是需要稍微动一点点脑子的 那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盖子给打开啊 整个腰身的话 先调整出一个角度之后 把这个轮子呢 从后方 推移到前方来啊 这样子整个推到前方来 然后呢 把这个部件给转过来到这边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利用这里这个关节 把它给推到前方来 然后呢 两侧金色的这个Bomber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合 这边 好 把它给扣上去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整个的腰身的话呢 这整个部件 它是这里有一个多重关节 把它整个腰身给拉出来之后 把这个头啊 给往内缩进去 再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提起来 提起来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头呢 给盖进去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 以这个角度给各位看一下 到这边 好 把这个盖子盖过来 到这里 OK 那这个车头的话呢 大底也就是这样子了 那几乎可以说 这个变性能差不多快 差不多快变完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把手啊 给推到 这里来 到 手是沿着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推到朝后面一点就行了 好 先到这边 然后呢 这个肩甲的话呢 是可以有一个双动关节 可以把它往前面搓的 这里 这样 往前面搓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往前面搓 或者你要最后再来调整这个肩甲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只是需要确认说 这两个凸是在正上方就可以了 然后两腿的话呢 摆到正中央 然后鞋子 往上面踢过来 到这边 差不多到这里就行了 差不多到这里 然后这个轮它是往前面推到底 它这里有一个 钩槽 好 到这边 那变性已经快完了 快好了啦 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处 两处 三处 就是要扣一二三这三个地方 到这里 那你可以先扣住中间这里 再去扣左右两边 这个手上的这个图跟 然后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 都扣进去 最后 就是这个 这尾巴还有两个图 要扣进鞋底 鞋底的话呢 是扣后面 是扣最后面这个洞 包进去 到这边 好了 然后就没了 变完了 那最后就怎么样了 因为它里头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 没有完全互相结合的 所以我们就要稍微微调一下 这个微调呢 主要就是让轮胎能够滚动更顺而已 没有其他的了 这个造型呢 你可以说它像 有人说像是棺材而已 也是有点像 但是你也可以说它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宝盒 对不对 一个宝箱 就扑倒太郎 不是把这个宝盒打开 就变成老头子的嘛 对不对 好了 那最后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小配件 比方说它这个 代表着它的这个旗子 扣在后面 这样 其实扣上去之后 我觉得没有比较好看 你干脆没有这个 一个红色的车子 那这个红色车子 当然也是致敬到G1 铁皮的一个形象 就一个红色的面包车 那这个造型我是真的觉得设计的非常的有趣 变形是你说它送的嘛 但是它达到目的了 就是把两个 把两个形态已经做了一个 就流畅的转变了 对不对 那至于其他的这些武器啊什么的 你就是你要不要把它全部扣上去 这个是观看你个人的偏好 扣个枪我觉得还能够接受了 然后你再扣个其他的武师刀啊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挂上去 其实我觉得都是扣分而已 你干脆就先放到一旁去就行了 那言而总之的话呢 这款玩具就是好看 好看就是好看 那变形也是很容易去理解 各方面来说 我只有一个要提的 就是拿到之后 记得把洞撑大一点 再开始霸挽 比较安全 必要的话 上一点润滑剂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是做玩具开箱的 平常我读春秋啊 那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